哈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翔哥 最近看見一個新聞挺有意思 就是說一個人拿後面那個包裹 砰 突然一下子就爆炸了 然後打開檢查一看 原來是百香果醬的瓶子爆炸了 其實我在去年我就有看過同樣的新聞 說是一位女子買了百香果醬回來做果汁喝 一擰開那個百香果醬的瓶子 砰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特別的好奇 百香果瓶子怎麼會爆炸 我在想我要不要假裝不知道 然後買一瓶回來 然後她說 哎呀 哈嘍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做百香果奶茶吧 然後我們把這個瓶子打開 砰 不過有點假 有點假 所以呢 今天我就買了一瓶回來 對 就是這樣的 你看 裡面就是 全部都是百香果 果汁毫無添加的純果原漿 各位查了一下 這百香果就是在四萬元環境下 它就會發酵嘛 就會產生大量的氣體 所以就會脹 那就和那個可樂 哇 你瘋狂搖晃是同樣道理 那可樂你一搖 那瓶身直接硬邦邦的 這個整個瓶身軟軟的 下面這個能爆嗎 那這樣的情況我們要怎麼樣打開呢 就是把它放進冰箱裡面冷凍 凍成冰塊之後 我們再打開再慢慢使用 所以我已經在常溫下放了一天了 那我這個視頻也是起到一個警示的作用 僅僅是不要模仿 大家購買這個的時候也需要小心謹慎 因為哥哥有專業的指導 現在我們就來嘗試一下 這個在四萬下放了一天的百香果原漿 在上海的高溫天氣 三四五度 它到底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們拭目以待 哇 好緊張 開囉 浪費我表情 我又等了一天 哇 哇 今天不開玩笑 百分之百爆 因為 就跟我昨天說的一樣 已經硬了 硬幫幫我 我都不敢再放了 我再放我怕它自己會爆 嚇我一跳 Boom 是 好 不 好 沒關 好好 可以 可以 喔 我要鬼